大家好 我是花蓮縣交易網路中心邱文勝老師 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聯發科技新的 微控制版叫7697 這個是聯發科技的網站 那這是他的新的 開發版 那這個開發版呢 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 因為他的 寫層次的軟體 變得非常的簡單 非常適合 這個國中來使用 或者是國小的進階來使用 那尤其是在 網路的部分 網路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一般都是怎麼用 幫各位開箱一下 那這個是聯發科技的包裝 7697的包裝 那你打開之後呢 其實就會看到這一片板子 他就是小小的一片 比大拇指大一些 好 那他也相容 阿堆弄 阿堆弄 那目前國中小比較常用的 老師在教學上面比較常使用的方法呢 大部分不外乎是這幾種 第一種呢你可能會配合 麵包版 假使 學校 都沒有 買任何擴充版的話 其實他配著麵包版就可以用 或者直接 腳位可以拿來直接接也可以 所以大部分是 這樣子在使用 那麼如果 如果你 將來要玩那個機器人或者是OTDO 蜘蛛獸 機器獸 六族機器人之類的 那我們就會建議你呢 使用這一片 這一片是KF出的 這個是 7697的馬達控制板 喔 馬達的控制板 那因為他的下方呢有 大電容 就是鋁電池 有鋁電池 那麼所以呢他在使用外 使用大的馬達加外電的部分 其實是還 蠻好用的 蠻好用的 所以這是用 如果你要玩機器人 要玩 墮機伺服機 馬達的選擇 好 那麼另外呢 一般 好一般你在市面上會看到這一個套件 那這個套件也 KF也有代理 Ciduno的套件 但是Ciduno的套件裡面呢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這個擴充板 那這個擴充板呢 呃 就是如果說 你很怕小孩子接線會接錯的話 那通常會去買這樣的一個套件 那 也很好 但是就是稍微貴一點 好 那我們 比較窮的縣市怎麼做呢 我們大概 會去買這個東西 會去買這個東西 這個是 我們S4A社群 跟聯發科這邊合作 的一個新的擴充板 那這個擴充板呢 我們把它叫做 S4A的 Arduino 就是Arduino的擴充板 7697的 感測器的擴充板 那這個擴充板 它其實 也就是把 7697的腳位拉出來 然後呢能夠適用 大部分的 Arduino的感測器 那所以如果你 你個線是你以前就 推過Arduino的 那如果你用這一片的話 很高興通知你 幾乎大部分的感測器 都可以繼續使用 所以你不用再 額外買感測器 那所以我們現在是用這一片呢 加上 加上7697 這樣子 把它結合起來 你就可以用 使用之前的 之前 之前可能學校有買的一些 Arduino的一些感測器 目前大概這樣子是 這種組合的方式 對學生來講是最友善的 一方面呢 你不必使用 麵包板 如果你害怕 學生接錯線 把這個感測器燒掉 那一方面呢 因為他有 有這個杜邦線 杜邦頭做的擴充板 那麼所以學生在使用上 管理上 或者老師在管理上 你要辨認正極負極跟訊號 其實都 蠻好管理的 可以減少 這個失敗的 失敗的次數 而且呢 因為他 因為這一個板子又可以使用 原先Arduino的感測器 那麼所以 他就不需要再買昂貴的 另外的專用的感測器 那 這個是我們幫各位做一下開箱 好 所以呢 我們目前大概就會是這樣子使用 好 那麼在 規格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規格 好聯發科的這一塊板子 7697的規格 因為他是 最新的 互聯網開發板 那所以他裡面 內含了WiFi跟藍牙 WiFi跟藍牙 而且他的記憶體比較大 那重點是他 相容Ardu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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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你加上剛剛那一片板子之後呢 你可以當Arduino的方法來使用 然後另外他的 呃 視覺化的程式語言的編輯環境 是使用Blockly的積木 那這邊叫做Blocklyduino 那Blocklyduino呢 他有點像就是像Blockly Google的Blockly 然後他的語法 其實也不難 很簡單 那是圖像化的 然後 嗯他 聯發科這裡呢 又提供了一個叫MCS的 聯發科的雲端 讓 各位 社群的夥伴如果你要上跟雲端有關係的 功能的時候呢 可以 這邊就直接有個免費的雲端讓你做教學 而且沒有什麼限制 他不像ThinSpeaker一樣會有一些 資料比數或者上傳時間的限制 好那這個是他的硬體 基本上除了一些 輸出輸入的接角之外 那麼他本身是 是這個3.3伏特 運作在3.3伏特的 的一個板子 那所以跟Arduino運作在5伏特的板子是不大一樣的 然後呢 這板子上面有幾個主要的零件 第一個是重開機reset的按鈕 那這一個另外這邊還有一個按鈕這個是給User測試的 所以這個是你可以自己定義的按鈕 那他接角呢是P6 然後另外這邊有一個User的LED 這個接角是P7 所以你在還沒有接任何感測器或元件的情況下 至少有這兩個東西可以用 那另外這個就是Power LED 然後跟傳輸的指示燈 那他使用的 連接線是 一般的Micro的USB 那也就是安卓手機的連接線 安卓手機的連接線 好 那 這個是他的硬體的大概的情況 那他的針角 他的針角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針角的標示 那通常我們是 有需要再去查 再去查 那 因為他的 針角都相容 跟Arduino相容 所以基本上呢 他 我們這邊有四個 四個是拿來當作 你在使用Arduino的時候 拿來當作輸入的類比感測器 那其他的都是屬於數位輸出入的 這個接角 那包括I2C的 I2C的界面他也有 還有SPI跟UR的界面他都有 那所以基本上 使用上來講應該是非常的OK 那這個是硬體的部分